大家好 今天这期视频继续和大家聊热手 中国微博上的热手还是蛮有的聊的 这些话题都是比较生活话 我看热手叫凌晨爸爸 有一个排的第一名 叫90后女子上班坚持12年 穿50岁大马的衣服 她是一个92年出生的女孩 92年到现在是2022年 现在也就30岁 但是她每天打扮成50岁的中年女性的造型 我看这个小姑娘她自己说 她说她脸肉肉的 说拍出来更加的可爱 更加的饱满 更适合拍中老年服装 所以说她成为了一个中老年服装的模特 打造出来的 我看完了她穿老年人服装 确实她这个比较 就是你看着肯定她不像一个中老年人 为什么啊 就中老年人咱们随着时间的一个推移啊 这个脸上啊或者是皮肤啊 包括这个就是皱纹啊 包括整个那个就是这个样态吧 她都有一个中老年人的一个气质 就包括我自己吧 我30多岁之后啊 就跟那个20多岁的时候就不一样 就这个气质 包括谈吐啊 包括那个表现出来的那种精气神啊 都不太一样 完了 你看我20多岁呢 跟我10多岁的时候还是不一样 就是每一个 每一个 我认为每过 就是年龄从10岁啊 20 30 每过一个10年 每个人都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变化 其实5年就有很大的一个变化了 但是10年呢 就是基本上你可以看出来 它相对来讲 它不仅仅是这种样貌的 可能有一定的一个变化 主要还是这种精气神 就是你看来呢 人的那个精气神是特别特别重要的 所以说 所以说有的时候 你看我上期视频 我结尾和大家说过嘛 就是 就是有的伙伴嘛 就是相对来讲 一看到境外的这些新闻以后 就受不了了 就崩溃了 是吧 它崩溃以后啊 就是说出来的那种话都不一样 就就就就特别 哎呀 就特别特别的这个负面啊 当然并 这并不是说我这个伙伴不好啊 这个并不怨它 它也怨这个 跟这个社会有关系 但咱们摆脱不了它 咱们也不能说被它给妥累死嘛 那你就像现在就天天让你 呃 现在就是天天全员合作嘛 老天天放那个音乐 哎 今天没放 不知道为什么啊 我现在听不着了 天天放那个音乐 那你说你听到这个东西 或者是说天天让你干这个事 是不是很讨厌的一个色情 而且从内心里到心里来说啊 大家对这个 就是现在这个防疫啊 这所有的这个一切 是不是都感觉内心 哎 就是就就你特别别去 是吧 特别别去 但你还不敢说 啊 你看 你看 就是 你还不敢批评它 这个我认为 其实是这个社会 现在的 呃 一种现状嘛 就是 所有的人都不敢说话 啊 所有的人 但这个也不能说 现在就这样 一直以来就这样 你像那个搞完文革以后 谁还说话呀 是吧 我现在说话都特别小心了 我都 我都不像过去了 是吧 你看我过去的视频的 一个风格 和现在 我现在可加小心了 是吧 这人生就是这样 这年龄越大呀 越懂得这个 哎呀 越懂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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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的这种厉害关系吧 是吧 越懂得其中的这种厉害关系 可能有的伙伴吧 就是看我以前视频的伙伴说 哎 小娘以前那个风格特别 特别 相对来讲 说话比较直接也好 或者是说语言特别犀利也好 我就发现最近那几年吧 随着年龄的一个增长也不愿意去太太太太太太激进的去说一些话 现在我主要还是要维持一个相对来讲比较平和的一个心态 也就是这样 所以说你看 我对于这个防疫政治 我从来 你看我什么时候说过他 我批评过他 对吧 我就是把这个 这些所有的这一切呈现给我的伙伴 大家自己心里有数就可以了 那有些事情非得我搁这骂他 才有意义 对吧 大家听明白了 直到怎么回事就得了 也就是这样 也没有必要说就飞去飞去怎么样 大骂呀 或者是说怎么样 做那种就是特别劲爆的一个 一个视频 人嘛 就是我我以前老觉得就是人应该说是呃为了什么理想啊啊为了这个社会的公平正义啊为了一切一切的这些东西去奋斗出自己的一个力量啊这个是我三十岁之前我一直秉持的这种这种信仰啊 当然当然我现在依然内心里是这种啊 但当我看到这个社会以后啊就是包括最近这几年吧 是吧 我包括我去我在深圳工作啊或者是说我回回老家了就是看到的这些职场也好啊或者是说啊这种这种啊这种社会的一种精神面貌啊等等等等这一系列的这个东西 呃我可以毫不夸张的跟大家说我对这个社会是非常失望的我对中国人也是非常失望的所以说 呃为什么要论呢为什么要当这个呃就就改换国籍啊这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嘛就是你当你对这个社会失望了以后或者是说怎么样 你就呃你看一些事情就会改观很多啊我就我就不会说啊我说每一个中国人都好一点点这个国家就会好了 其实现在来讲我对这个事情一点都不关心是吧它好不好我认为跟我一点一点关系没有是吧我我主要是还研究我能成为外国公民的这个事情 就这个事我啊我完事了就行了就就跟这个大陆这边我一毛钱关系都没有了我也不管它以后是经济好也好啊坏也好或者怎么样 就就就就没有感情是吧啊就是你被这个国家伤透了心以后你就不会再被它弄些什么 你看海外那些民运人士啊我觉得他们这个持久力还是蛮强的是吧 呃八九啊这个那个一直到现在啊都天天骂呀 这这个战斗力是非常强的这战斗力我我挺服他们的 但就我个人来讲啊我不愿意吵着这个事情啊 啊这就是 还是就是个人顾个人嘛对吧还是个人顾个人 当然了我以后会帮助伙伴啊比如说我移去的那个国家是吧我走我我我走过的这些路啊 我我也可以毫无保留的跟伙伴们进行分享啊只要你给我发邮件 我可能就会跟你沟通沟通沟通啊或者是说啊你对于这个移民有什么样的一个看法啊 当然了我仅限于我了解到的啊我不了解的我不跟你说是吧啊我了解的呢我就跟你聊一聊 也就是这样所以说现在我觉得心态还是蛮重要的对于这个国家我不想成为那个牺牲品 对吧我不想成为那个牺牲品就像你比如说俄乌战争 那你说那些贫民的对吧都是老百姓的孩子成为了炮灰 所以说这个那你说就乌克兰也好和格罗斯也好你看泽伦斯基他也死不了普京他也死不了那最后都是谁呢都是那些炮灰吗 是吧乌克兰那方呢他们的那些士兵啊就是说说句实话都是相对来讲都是普通人家的孩子 而且一般当兵我不知道乌克兰是不是这样啊但是在这个比如说大陆这边一般当兵的呃就是他他通常来讲一般都是穷人家的孩子 那我没见过哪个富豪他家的孩子说我就去部队里锻炼两年是吧你看王世冲他当兵吗他不当兵或者是说其他其大家你像那个京东的呃这个这个这个刘强东和奶茶妹妹的孩子当兵吗他不当兵 是吧人家要做人家要做人家现在都都都都都去美国生活的你包括还有谁呀这个京东马云是吧这个那个的就这些富豪家的孩子他就基本上都留学都润干润润干啥干啥干啥嗯一般都是这样所以说一般都是穷人家的孩子去当兵啊所以在这个就是我对这种这种战争的一个看法你包括你包括俄罗斯也是那俄罗斯普京上战场不上战场 所以说为了什么什么这个这个什么民族的独立啊我当然有非常敬佩这乌克兰人啊这种抗争的一个精神是吧 这这种但同样俄罗斯那些底层的那个士兵他也是牺牲品是吧 哪怕有有的俄罗斯士兵真的认为他打的这场战争是正义的对吧他真的为了他那个大俄罗斯帝国主义是吧这就又过去苏联那一套普京搞的他真的去那么认为认为我是正确的我这个我这个主义就是正确的啊他也并不是他不见得是一个坏人他可能就被洗脑了我就干了一个事我就正确的是吧就是乌克兰侵犯了俄罗斯 他也去干但是他最后他不干他哥前线怎么呢他他他他不也是肉身吗是吧他能挡几颗子弹所以说都是牺牲品因此我认为就是呃国人通保啊不要去挡那个牺牲品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个意思嗯你包括台湾地区啊台湾地区你说蔡英文天天闹那个自由民族怎么他上战场吗是吧他不上战场 他这个厉害关系和自己没有发生质的一个变化他这个东西他就不可能感同身受或者是说怎么说呢就是他做出的这个判断就不会基于啊就基于一个底层的人的一个一个厉害去做判断所以大家要想清楚这个问题你包括咱们这些防疫 他是从什么角度去进行的这个防疫他是从什么角度去进行的清零他这种厉害的一个关系那这个这个厉害的一个关系到底是站在谁的角度去做的这个东西那你看国内的一部分啊就是就是特别特别狂热的那个那个那个分子戴红袖表那帮人那他就认为这个是为了这是非常好是吧这是非常好 但是有一些比如说 2017啊2017啊2017有一串数字啊就这么样的一个微博这个微博呢天天骂美国天天骂这个的天天骂这个俄罗斯骂什么这个那个的啊反正就是怎么的都跟这个现在主流方面的那个就是戴红袖表那帮人他都站在一个价值观方面特别伟大光荣和正确但当他的母亲被转运那个转运的那个大巴车掉三里了他母亲死掉了他现在再也不发言 对吧我看海外有很多人去奚落这个人啊当然从内心来讲我也比较奚落他是吧但是这个咱从个人道角度吧你就就就就算了是吧就别说太多那个不好听的毕竟人人妈死了是吧他妈死了啊用过去挺流行的一句话叫什么你妈死了是吧就过去泰国和那个战狼和粉红不泰国人和战狼和粉红进行骂嘛吧你妈死了 就说这个这回是他妈死了是吧我我内心虽然会觉得这可能对他是一个很好的一句耳光是吧打醒他但同时我我我毕竟他母亲没有了我觉得也也非常的那个难过对吧所以说你说去喜乐他也好啊什么我不会说产生这种言语 但你要说我内心呢我内心确实就是有那么一种特别痛快的一个感觉啊这个确实是我内心的一个想法但我并不希望他的母亲死掉啊我只不过说因为这件事情让让他更清醒了这个东西我感觉比较痛快但我不希望以他的母亲的死亡为代价 就是这么样的一个心理是吧他再也没有拥护过这个是不是很怪对吧如果你真的相信你所支持的那些主义你所信仰的这个社会体系你所坚信的这种防疫的一个政策你为什么要你为什么不发微博了对吧为什么不发微博了阿里说他的母亲偷袭也过了 身后事基本上也都火化了是吧该重整形状继续坚持你的理想理念和主义去在网上继续进跟我们这种人是吧我就在中国算是偏右的那种人对吧进行战斗我那为什么他他眼睛息鼓了他不玩了是吧可能是清醒的清醒了之后呢这种人他连为他母亲发表一下什么权益他也发出不了这种声音 或者是说他也不敢这个让我想到了什么呢想到了胡锡进 其实胡锡进没有遇到五更这种事情如果胡锡进有一天遇到五更这种事情我觉得这个画面会很好看但我一定坚信胡锡进还是会 哪怕他亲妈亲爹亲孩子就像五更他妈那样死掉了我相信胡锡进 胡锡进依然会摆出一个雕盘的一个架势这就是胡锡进和五更的一个不同我对胡锡进的这点自信还是有的所以说这个胡锡进要不然人家为什么能这个人家这个这个在国内做这个自媒体视频做的相对来讲风声水起呢 他失去了人性 咱们回过头来啊接着看这个90后的女孩啊坚持了12年当这个50岁的大马 是吧打扮成不是当啊是打扮成50岁的大马当这个中国老年服装这个模特这个事啊 这个可以看出来什么呢其实中国的这个呃中国的这个宣传呢或者是说各个方面吧呃尤其是广告是吧就也不能说中国了就是你看我我是学学商科的嘛就这个广告啊他都是假的你就比如说统一红炒牛肉面他里头有多少牛肉啊是吧他有有吗没有所以说这个东西啊 人家会同一行吧人家吧别人家后边不写着吗写那个呃 那个那个那个怎么说来的那个呃呃 产品以食物为主你不能看那个画面 所以说这个就是呃就是中国这些广告嘛但是我看有一回人家买那个日本那个方方面啊就是呃 的说应该确实里头有牛肉而且还有那个挺大块的啊我看个网上做过做过这个视频 但我并不了解日本所有的这个方方面是不都是这么干的 听说日本人这个仔细嘛 就是办事情比较轴是吧 或者是说认真 所以说那个里头真有肉 我不太得知啊 我就是跟网上没人看一看日本的那个拉面 就是那个方便面 等以后有机会呢 我也品尝一下 看看他那个方便面到底有没有牛肉 但是不管是日本的方面啊 还是这个中国的方方面 就是这个广告 他就是给人一种美好的一个愿望 通常来讲广告都是假的 所以说我不相信任何主义那个官方的什么发言人 出来跟我天天那个叨叨叨叨叨叨 为什么我不相信他 因为他是带着立场来的 他是带着他的政治意见来的 他是带着他的这个个人利益来的 他站在的角度不是平民老百姓 不是我的一个角度去说话 他站在的是谁呢 是官方的一个角度 是他他的那个包装出来的那种广告 所以说广告这个东西 大概率都是假的 他给人一个美好的一个氛围 美好的一个这个感受 这样他才能卖钱嘛 所以说中国的广告也不例外 但是那个那个 但是中国我认为啊就我目前观察 我觉得比较做的不好的是什么呢 就是这种带货直播平台 尤其在这个这个微信上面啊 这种直播平台他做的就感觉天天在亏本大甩卖 那个就就你要我就在想啊 我我永远不相信他是在亏本 什么多少多少米啊 什么一万多的茶叶 一百块钱就卖了 你大家觉得可能吗 我觉得这真的是忽悠中国人的一个智商 你包括比如说你卖个牛肉 我卖个香肠 买二斤送一斤 买五斤送二送三斤的 就这种这种营销的一个模式和方式 我从我从来不相信那个赠送 就是赠送的东西 我认为都是我花钱买的 他把成本已经打里头了 我从来不相信那个赠送 所以说这个就是 就是我的一个看法 但是这种售卖的一个方式 在这个微信的直播平台上面 或者是说在其他 在其他平台我不敢这么说啊 因为我不怎么看 我不太了解 但起码在微信这个平台 非常非常的普遍 所以这叫什么 这就是要骗嘛 睁眼说下话 就他说的那个东西 你根本都不能够相信 你哪怕说这个东西 我平时卖五百 我现在打特价 给大家打个八折 是吧 我卖四百块钱 这个我还可以 起码我能接受 我认为这个幅度还是可以的 是吧 你要说几万的东西 你说你又卖我两百 我就觉得这太垃圾了 完了还有那个 我看那个直播平台卖货 还有那个酷鸡尿痒的装这个受疫情影响 经济不好的 回了一大甩卖的 就天天跟他哭 妈妈哭 哥哥姐妹我受不了了 我都亏本了 小妹是个农村人的 就是实在啊 你看我这个东西啊 我是卖的便宜不便宜 我的手指九块九就包邮啊 都不够个优费的 就开始就玩这套了 卖那个包什么六块八 就有个那个男人背 那个什么斜跨包六块八 确实很便宜啊 但我认为他这些都是穴头 我认为这个东西他想挣钱 可能我也认为他可能挣不了太多的钱 包括还有快递费啊 还有什么呢 但是他绝对不能赔钱 他所谓的这个赔钱 他慢慢就开始卖化妆品了 他那个化妆品卖的是珍贵 那个化妆品他一卖完以后 他前面的本全回来 他后边能框几个四几个 所以说前面的那些 貌似他赔本 其实我认为他也赔不了 对吧 他可能就是本钱卖底了 或者怎么样 他这就跟什么呢 就是以前 以前就比如说那个 比如说有那些 就是胡有老头老太太 买保健品那帮人 说让你去听讲座 你听讲座呢 哎我给你发鸡蛋 我给你发西角盆 我给你发养养腦 就这种一模一样的这个模式 这应该是全国各地遍地开花吧 反正东北这边我还挺多的 是吧 起码我家在附近这边 以前遇到过很多 现在呢不太了解了 现在我也没有关注过这个方面 以前反正反正 反正东北这边以前是挺多的 我看见过很多 现在可能是疫情不央聚集了 最近的两年他不整了 要不然以前天天整一帮老头老太太啊 就去那开会 我们养生 是吧 我们养生 完了就花钱 其实就是骗着 所以说那你说那个 他雇僵尸 雇这个雇那个的 完了你还给你二斤鸡蛋 给你养养男孩 给你洗脚盆的 真的都是白给的啊 完了之后你就回家了 也不需要你买 是吧 他当然他会推销嘛 对吧 他会推销 但是你说没买那帮人 他们是不是就赔了 但是总共一百个人里头 总有那个傻子被骗 对吧 骗一个剩下的成本都回来 是吧 这就跟我跟大家说 那官方那个 就是 就是 要说在这种营销方面啊 真的就是 就是 就是这些骗老头老太这帮人 他的这种宣传功底 不敌咱们当局 咱们当局那是 那宣传能力比他们强多了 是吧 这全都强多了 你看 你看人家那忽悠那个效果 是吧 也就 这这么说不确切啊 我说你看人家那个宣传能力 那不叫忽悠 叫宣传能力 是吧 咱们那个骗老头老太太 那才叫忽悠 所以说这个就是 所以说你看在中国做省意 全靠骗 全靠骗 而且是这个 就根本都不要脸的骗 就我觉得完全是侮辱咱们 作为一个人的一个智商 几千块钱的东西 一百块钱就买下来 是吧 太恶心了 我是很不喜欢那种 那咱们再接着看啊 说十家庄市 这个今日增设免费核酸检测点 不是说要收费了吗 怎么又免费了 那证明十家庄还是挺有钱的 是吧 那可能这个防疫的道路 还是任重而道远的 咱们接着看啊 这个婆家布满彩礼 娘家霸气 倒陪价二十万 这个事是什么事呢 这个是我一直特别勾引着 中国的这种彩礼的一个习俗啊 这次十月十四日啊 这叫安徽辅扬吧 是吧 应该是没读错吧 这个安徽一女子出嫁当天啊 看着娘家人这个准备的陪嫁感慨万千 所以女子称自己和丈夫订婚许久了 那前段时间呢 因为上一结婚一世啊 却因为这个彩礼的问题 贪崩了 那之后呢 双方各退一步 才促成了当天的这个婚礼 那女子表示啊 当时自己要的就是婆家的一个态度 就是你不给我钱 你瞧不起我 是吧 没有诚意 你看你给 完了这个 私后啊 婆家给的二十万彩礼啊 自己娘家人丝毫没有要 反而还给了二十万 二十万 反而还倒陪价的二十万 去经营自己的小家 那当天上车时啊 妈妈又给了她一万 压箱底 给了她一万 压箱底包了九千 哎 为啥压箱底包九千呢 不太懂啊 啥叫压箱底啊 就是这个钱 不懂啊 不懂的可能是安徽那边的一个特产啊 就就特有的一个习俗 那娘家嫂子也包了个大红包 那看到娘家人的无私付出女子称 这份安全感都是娘家人给的 网友看后好事多磨 网友看后表示好事多磨 一定要好好幸福下去 我给大家预言一下 她俩离婚概率百分之八十 对吧 还好事多磨呢 就就就这样 你你两家人的价值观这么不同意 这么不同步 你还告诉我好事还能多磨啊 还能走下去啊 我跟大家说就这根刺儿 就这个彩礼的这根刺 永远会砸在这个男方和女方的心上 你看他俩以后啊 就结婚以后没有不吵嘴的 等以后一吵嘴之时啊 不管是男方和女方 这女方肯定会说 就你家那个穷孙样 我还赔倒给你二十万 我一分都没要还给你二十万 这男人怎么想 男人会想 男人会怎么说 瞧不起我是吧 我先去找一个不要猜理的 为什么我要找你呢 男方和兴许 就一吵架兴许这么说 所以这永远是一个刺儿 扎在这个男女双方的一个心上 因为中国的男子吧 多少有点大男子主义 如果他这女的 长时间就拿着这个玩意去说事 这婚姻肯定要解体 对吧 包括这男人也是 他也在想着你 就你家这么去干 是吧 明显的打我脸嘛 是吧 我家虽然不是说不想给彩礼 就是这个彩礼给的钱 我拿不出来嘛 或者是觉得太多意思 拿不出来 那你就少要一点 咱们面子上都过得去 不就可以了吗 你为什么非得要羞辱我们 这个羞辱我们男方的一个家庭 对吧 这个男人他会这么想 如果在吵架的时候 所以说我认为 他俩离婚的概率 应该是80% 是吧 八九不离十 那这个就是中国的这种彩礼的一个制度 掀起了人性内心的那个阴暗面 我在昨天的视频当中说过 我说人内心都有一些阴暗面 说谁也不是圣人 但是啊 就是好的时候 人比如说善良 人内心不有两个小恶魔吗 我不知道大家看没看过那个 就以前那个电影啊 一般男女主人公啊 在做事情决断的时候 就会有两个小恶魔出来 完了一边这个小恶魔呢 就是一个这个 不是两个小恶魔 一个天使出来 这边放个天使 完了这边放个小恶魔 那小恶魔就说 你不应该这么干 你应该怎么怎么样 把他干掉 完了这天使说 你应该原谅他 你应该有爱 有包容 怎么怎么应该做好事 完了两个人就战斗了 二里说 其实就正常的一个价值观 是什么呢 这个天使能干过这个恶魔 是吧 人的善良的这个一面 能够占领这个高地 对吧 就是比如说 比如说内心有10% 比如拿我举例吧 我10%内心可能是 有一些糟粕的 恶魔控制的 90%那是天使控制的 在做决定的时候 90%的那个阳光的那一面 就能战胜10%的那一案 那一面给他吃掉 这样的你做出来的决定 那就是好的 是吧 你就是好 做出来的就是一个 善良的一个决定 或者是说 对整个社会也好 或者对什么 都有益的一个决定 这就是我想说的 不是每个人内心 可能都会有一些想法 就是有一些不好的情绪 和好的情绪 那只有这好的情绪 占领了这个大多数的时候 这个人才是健康的 才是有爱的 那这个就是我对于这个 就是什么呢 就是我是怎么看 这个人的内心的阉安面 有阉安面并不可怕 要接受他 要战胜他 要把他打到 就是最少的这种地步 那这个就是 我对于阉安面的一个看法 所以这个 我对他这段婚姻不看好 我认为他过不下去了 是吧 过不下去了 你看中国抖了这个内心 就是把人的内心的这种阉安 来回抖了 来回撕撤 通过金钱 通常来讲 我感觉中国人的这个阉安面 是通过什么呢 通过这种金钱 通过利益来达到 这是第一种 通过利益达到 还有第二种 那是通过损人不利益达到 就是 这我给大家举个例子 损人不利益 我那前我哥家里 那个下楼留的嘛 我走道 走道我就看到一家 这个澡堂啊 在有一个大车 在给这个澡堂输水 在输水过程当中 它不有一个管道吗 它那个是属于 类似于像消防用的那种 输水管啊 就搁那里面一摆 摆完了的水 哗哗就流 就有一个 应该是五十多岁年龄的 这么样一个 一个 一个中年男子吧 这个变态到什么程度呢 看看左右没有什么人啊 看到我的 一看我 就是也不是说这个 管这个事 是吧 我也不是 因为我是一个行人嘛 路上看看人挺少 没有人监控的 完了 他就上那个管子上 哎 就就就就就就开始 踹那个管子 啊 就上去来回压呀 来回用脚踹呀 哎呀 我就在想 我说这管子 招你惹你 这不警神不好吗 哎 完了踹两脚就走了 啊 就觉得好玩 上去换了两下 蹦两下 完了就走了 就造成了什么呢 那个水管 他不就断流了吗 什么怎么样 可能完了过一会儿 那个屋里就出来了 看一眼 可能怎么样 啊 就是这样 怎么这么没有水了呢 是吧 所以说你看 这就叫损人不利己嘛 你说你踹他那两下 到底有什么意义呢 你你怎么 你锻炼了 还是怎么呢 就就是就是矫欠 是吧 我就看到那么样 一个一个男的 我觉得精神 肯定有问题 但是你看他 穿的立正 就是完了 剑步如飞 动作还挺快 还直到避避眼 我想呢 他这个人的内心呢 就是肯定是 他也怕别人看到 如果他是个精神病患者吧 咱们就不挑他了 对吧 精神病患者 他都不避人 他还直到看一看 没有人管这个事 是吧 就是那个 澡堂里头 没有人出来 没有人看着这个管 他就上去 光光整亮一下 看一看 那个车里头 没有司机 所以这个 这真太恶心了 所以说这个就是 第二种 就是损人不立即 有时候其实损人立即 那帮人吧 我还能 多少从逻辑上面 能立即 你比如灰烬 损人立即 靠愚弄中国人 自己赚钱 这个从逻辑上来讲 是讲得通的 但有些人是什么呢 我穷 你也必须穷 或者是说 哪怕你 你这个富人 比如说你也得 必须跟我一样 或者说你死掉才好 我才能开心 你像以前有一个 叫卡夫卡松明君的 家里上播非常优越 搁美国波斯顿毕业了 非常优秀的一个小姑娘 但由于得癌症 不幸的离世了 然后就遭到网络霸凌了 网上人都骂他 说你为什么还不死呢 这个说明什么呢 就是这些骂他的人 大多数没有经过 很好的一个教育 对吧 再一个仇富 你包括以前有一个 那个殴打日本车的 一个车主 给人打成脑袋子 有一个这么样的一个人 说我爱国呀 所以说中国就盛产这些垃圾 所以说一个是仇富 完了一个是 就中国就是把那种 阴暗面发回到了一个机制 我记得上回就是 打日本车车主 那个人最近出来了 我还采访他人家亲戚 就说什么呢 所以按理说 说国家应该管呢 这不是我 我家那个亲戚打人 不是因为他爱国吗 按理说国家应该给赔偿 你看看这一家人 无知无脑 而且呢 还确信眼 损人不利己 跟人打闹他了 那个日本车的车主 一辈子都在轮椅上渡过了 这家穷的底调 连一个赔偿的能力都没有 我跟你大家说 这就是中国的底层 真的 这就是中国的底层 有的人说 所以越穷的地方人 按理说应该越朴实 我跟大家说 越穷的地方人越坏 这是不争的一个事实 因为他资源少 内心隐暗 互相施策 越穷的地方 彩礼越盛行 越穷 那个 就是这个男女啊 男女平等的程度 越平等 越不要彩礼 男女地位越不平等的地方 越要彩礼 彩礼越要得越高的地方 女性通常来讲 低位越低 所以说这个就是 我的一些观点 我的一个观点 因此我对于什么呢 你像有时候我跟大家说 我说我在中国 我也是社会底层 我现在说 我跟大家明确一个 咱们是属于什么 咱从政治的角度 中国人都是 你除非你当官的 要不然都是社会底层 对吧 这是从政治的角度去区分 但是从人性的一个角度 去区分 千万不要跟那些 社会最底层的人去交流 你交流不了 这个时候 我所谓的底层是什么呢 人性的垃圾 对吧 人性的垃圾的那一部分人 你就比如说 我跟这个要彩礼的这个女性 我跟她根本交流不了 我说女性应该独立 对吧 我说我认为给你彩礼 虽然我能付得起这个钱 对吧 给你20万 我给你50万都可以 但我认为我是在骂你 但这个时候这女性不对 不对 你给我50万是啥呢 你是看得起我 所以说在这个方面 你两个人的价值观就不行 所以说在这个问题上 我认为这个女性的思维的一个角度 就处于社会的那种最底层 这是很恶心 所以说这就叫人性的一个底层 所以说呢 咱们这个看社会的底层 还是分两方面吧 一个从政治角度看 政治角度除了当局那帮人 都是社会底层 还有一个从精神城市角度上来看 精神城市上来讲 这个社会底层更可怕 精神城面的社会底层 精神城面的这种社会底层 他往往就是干的事 就是是人不利己 完了 就干这些变态的事 精神 所以说为什么我说人的这个精神 这个精气神很重要 是吧 你在政治层面是社会底层 无所谓 咱们没有投票权 我认了 对吧 我还能认呢 我能解决 但一旦成为精神城市的这种社会的底层 一辈子都盖不了 你看 大家可以看一下海外的那些华人 有一部分海外华人 咱不能说全部 就跑去那些精英 你看剩下的那些人 就是接受这种糟粕的这部分人 是吧 就是论出去这帮人 你看在那个底下评论 对吧 在我留言区评论 在其他人的留言区评论不一样 你包括台湾地区的那一部分 那个精神社会底层 一模一样的 要说同根同种同源嘛 对吧 闹啥独立啊 独立个啥呀 对吧 这人性的角度来讲都一样的 所以说这个是我的一切看法 我还是想说那句话 我对于 我对于中国和台湾之间 我没有感到中国人和台湾人 有多么大的一个差异 是吧 我没有那么感觉到 这个是我切身的一个感受 就包括我做互联网以来 我没有感觉就是中国大陆人和中国台湾人到底有多么大的一个差异 只不说在政治方面 那台湾人可以说我不是社会底层 但在精神层面 你看看那些人的 就是大陆这边人和台湾那边人说话的一个方式 都有 就是那个 就是你可以看 你可以看一看 就网上那些算命的说的话 就一脉相承 是吧 一脉相承 你看以前的台湾 我说伯利奇那首歌不好 台湾人骂我 那你看骂的 那可带花样的 可带劲的呢 是吧 一点不知道大陆这帮人这个数字高 你知道吧 就是有的时候骂人也能体现出来一个人的数字 是吧 你看这个人怎么骂人 你能看出来这个人到底属于什么样的一个层次 你比如说我说王子安 我说徐晓东 我说这个 我说王健 你看我是怎么说的 都白事实讲道理 是吧 我就是骂他们 其实也不叫骂 是帮助什么改正错误的一个思想 我都是本着讲事实白道理 但是你看那帮人的酸民流言 什么这个那样的 怎么怎么地的 你又怎么怎么地的 你怎么地 全是通过那种 你看你跟王子安比 你看你多不行 怎么怎么 你能有赢那个水平吗 对不对 怎么怎么样 就开始说 你看人家的社会成就 完了 就开始说那些 就怎么说呢 就又开始停留在这个幻想这个层面 是吧 就开始就是整那个风马牛不相及的事 咱们该说什么 有一说一 有二说二 就比如说咱们探讨什么问题 是吧 你不能说他是圣人 他就不犯错了 咱们就针对于这个事情去说他就可以了 你比如说以前我批评王子安 批评王子 就针对一个就这个事 咱就论这个事 通过这个事反映出来 这个人不怎么样 就也就是这样 并不是说什么 并不是说 就像以前我说那个玻璃琴那首歌 有台湾伙伴过来说 你看那个台湾玻璃琴那首歌的作者 会好几国语言 他会九国语言 你会几国语言 那我整的会一百分语言 说的话就是整的 那放个屁都是想的吗 你都愿意闻吗 对不对 你就就说那个话 你就就就就就那个玩 当然了 并不是所有台湾伙伴都那样 肯定就少部分 是吧 但是就是一少部分人 也能看出来 咱们是同根同种同源 对吧 这个是毫无疑问的 我自己呢 可能是因为 听不懂粤语的一个关系 我对香港人的印象还是非常好 是吧 我没有遇到过香港的酸民 有可能是他们听不懂我的话 是吧 没法过来绝我 或者是说双嗑 或者是有可能 他们确实素质非常高 是吧 我宁愿相信后者的素质比较高 因为我去广东那边工作过 是吧 我去那边看到的就是相对来讲那边的人的精神面貌还是还是好很多 就是相对来讲 包括社会的秩序 包括整整的仪器的相对来讲比 内陆地区也好 或者是像东北这边好很多 这是我的一个感受 跟大家也聊了这么多了 这个机器我看还能坚持一会儿 这个电量还能坚持一会儿 那再跟大家简单说两句 我看还有没有就是值得和大家说的 还有一个就是那什么 这点应该没有了 我其实我又看到了一个那个消息说什么呢 说那个有一个考研的吧 就叫什么名来的 就是说说说 说那什么 说未来外卖就就废了 说外卖这帮人未来都废了 有一个考研辅导老师 我查一下 考研辅导 明史是吧 查明史 叫什么了 叫什么名来的 哎 怎么收不到了呢 叫什么什么雪峰吧 好像是 啊 张是不叫张雪峰啊 张 张雪峰吧 有的时候这帮人名 我真的 我好像记人名记得特别差 不知道为什么啊 我就记不住人名 啊 所以是叫张雪峰 他说什么呢 张雪峰说不建议大学省去送这个外卖 说外卖啊无法让人成长 还有就是这个职业未来五年到十年内会消失 完了 呃 就说这个事 我看了他那个视频 他说当个技工 说技工这个社会层次高 完了之后呢 四五十岁以后有经验了 干不动了这个技工 完了还可以去厂子里头干 他带学徒说去计校说当这个老师啊 完了有一个相对稳定的这么样的一个工作啊 比较稳定 那这个是张月峰说的啊 这个你貌似听他这个很有道理是吧 就是说不要当这个外卖外卖员啊 他这个说的你通过字面来讲并没有错 那其实我就想 我其实想问这个张月峰啊 我就想问他一点 那他是如何看待这个北美卡车司机这个行业呢 是吧 那咱们可以看到啊 其实你说咱们平心而论啊 北美卡车司机这个行业和咱中国这个外卖员 送外卖到底有多大的一个本质区别呢 一个是开卡车是吧 一个是开那个杀驴梦的 或者是说摩托车呀 电动车车 就是交通工具不太一样 完了行驶这个范围半径也不太一样 卡车可能开的稍微远点 完了这个外卖员呢 可能就放缘十公里之内送铲 是吧 这意思 那从技术角度上 又有多大的一个区别呢 我认为没什么多大区别 对吧 那你说那开外卖那个送快递那个 那也有也有开车送的 对吧 对吧 也有开车送的 开轿车啊 或者是说再说开摩托车啥 都得有那个驾驶执照吧 摩托车那种 而且你假如说学一个这个卡车的驾驶执照 我认为对于这些外卖小车也不成 不成问题 为什么呢 你看他们开的那个 就是开的他们的电动 电动那个小摩托 那在城市里穿梭的 那跟我身边过去啊 离我就一毫米 直接收架就穿过去 就他们那个眼力 那个文准狠了 可以这么说 开卡车一点毛病没有 我相信他们有这个实力 是吧 能够学明白这个开卡车 但是为什么人家在北美 对吧 在美国开卡车 人家就可以一个人开卡车 养活一家人 并且可以过上一个 相对来讲 还可以的一个生活 虽然辛苦 对吧 这辛苦程度都差不太多 在张月峰的眼里 都是拉货嘛 可能卡车更辛苦一点 要说没技术含量 可能卡车这个 更没技术含量 但更辛苦 因为卡车什么 它有夜班 它牵扯过老死的一个问题 但是外卖呢 一般半夜 可能点外卖的人 也比较少 半夜送外卖的 这比较少 夜班的也比较少 所以说这个就是 我认为外卖还挺养生的 外卖那个快菜 就是送三元 所以说这些名嘴啊 就说话就跟放屁一样 那回过头来咱们想 为什么人家北美的卡车斯基 人家同样是干这种 相对来讲 技术含量 不是特别高的工作 可以养活自己 养活一家人 也有一个稳定的收入 对吧 也有相应的福利大于 社会保障 看病也能看得起 而且卡车斯基 挣的真是非常多 一个月据说都是七八千美元 在美国 就是这相对来讲 我认为非常 非常不错的 那同样来讲 那个中国的外卖员 为什么在张月峰的眼里 就成为这样的一个行业 那我想问一下张月峰 那中国的卡车斯基 你又是怎么看的 对吧 他老了也开不动卡车的 那他去交开卡车吗 是吧 你认为他能去 开交开卡车吗 那卡车基项 是不是都爆棚了 是吧 中国的有多少卡车司机啊 有多少卡车司机 四五十岁去 去卡车驾校去 开卡车去了 你告诉我告诉我 对不对 四五十岁不害开卡车的吗 五六十岁不害开卡车了吗 那怎么在张月峰的眼里 这四五十岁都开不了卡车了 都也去基项了吗 这开玩笑 咱们要思考的是什么 是这个社会制度的一个问题 而且这种失业 这种大面积的失业 就假如说 未来五年到十年 这个外卖快递行业被取代了 每个行业都可能被取代 对吧 你比如说 大家想一想 现在哪个行业被取代了呢 你让我这么一想 猛着一想 我还真想不到 是哪个行业被取代了 有一个行业叫传统电商 不是传统电商 说错了 传统的实体店 现在是不是实体店的行业 越来越难做了 现在都开网店 网络购物 网络购物 带货直播 对吧 现在谁说我 我再多开几个万拿 没有人吗 是吧 现在都是说 我们要云旅游 云购物 都全革网上 就云云云 你比如说我以前 我以前去实体店买表 是吧 我相信 我这个表就跟实体店买的 我以前说 因为这表比较贵 是吧 当时去实体店 这个是我 应该是我上大学的时候买的表 我当时买这个表 到现在有年头了 陪伴我十多年了 一直增长着 还保养的还不错 我最近 我对我一提这表 我最近那什么 我最近给这表自己 那个换换电池 因为什么 因为这表吧 换电池换一回是100 我这回我不换了 我怎么就不能自食其力了呢 是吧 我说现在 因为什么 因为网上不有电商了 他就有那种教学视频 他去教你 你买那些设备 我光光光全买回来 是吧 我连电池带 带这个设备 我就都买回来了 换完以后 二十块钱搞定 以前我换一块表电池 换一百一百一百 是吧 每年一百块钱 每年一百块钱 现在自己换 是吧 我这些设备 就是一共才花了二十块钱 而且我以后再换电池 我就只要买电池就行 不要买设备了 一块电池的一个成本 就十块钱 是吧 你要打折 那多买两块 可能五六块钱 就卖你一块 就原厂的这个瑞士电池 所以说 这就说什么呢 现在就是互联网 这个平台 把这种 实体行业 全给他干掉 对吧 把那个 把那个换表师傅 都要干掉了 是吧 换表师傅有技术 对吧 那也给干掉了 我也不找他换表了 以前他每年 能赚我一百块钱 是吧 真的就是一百块钱 他那电池真的 他批发可能就两三块钱一个 我看到有的网上卖 就两三块钱一个 我收我一百 九十八块钱 全是那个啥 全是盈利 纯盈利 纯纯的 所以说这就是 这就是给 你有技术又怎么样 所以说当所有的这些东西 互联网的一个冲击 技术的一个变革 你包括现在电动车 就是一个趋势 传统的那种柴油车 或者是说汽油车 未来肯定要 废掉了 这就是一个趋势 大时代嘛 你就像咱们新时代 谁能跟这个时代抗争 我说我不检测核转好死吗 对吧 什么叫 跟什么有关系 对吧 就跟时代有关系嘛 你赶上这个时代 你就得 让你趴着 你给我趴着 让你闭嘴 你给我闭嘴 让你握着 你给我握着 让你给我叼牌 你就给我叼牌 对吧 这就是这个新时代 所以在新时代怎么活着 对吧 润嘛 润是千古不变的一个道理 完了说到哪了 说到这个张学峰 就说这个屁话 张学峰其实这话吧 在国内其实并没有错 他也是发自内心的 他说学一门技术 就是有个手艺 但他错了 但是我想问的问题是什么 张学峰老师说的倒没有错 就是个屁话 这个屁话反映出来的问题 就是中国的财富分配不均 中国人如果靠自己的体力 是吃不饱饭的 靠自己的艰苦 劳动 朴实的这种作风 是吃不饱肚子的 是没有保障的 是活不下去的 这么想 一个社会肯出力气的人 他活不下去 能反映出来什么 反映出来这个社会的制度不好 这个社会的保障不好 对吧 因为出体力都很累的 对吧 那你不能让所有人都学习好吗 对吧 都像我似的卡个眼镜吗 对吧 所以说不能那样 这个社会的上面 这社会就是有分工的 你比如说 有一部分人就是能学明白习的 有一部分人就是小九九的 一得一 一二得二的 二二得八的 就是有这种人 对吧 那你怎么让这二二得八的人 他肯卖力气 他肯吃虎 我学习不行 这是我就智商不够 我学不了了 但我肯吃虎 你还不能给我一个 很好的一个生存条件吗 别人不爱干的活 我去干 对吧 你还不能给我一个 很好的一个保障吗 我用我的体力 我用我的劳动 甚至乃至我 我稍微用一些 我的一个健康 是吧 我换取 换取一个 温饱的一个生活 难道这样都不可以吗 那如果这种情况都不可以的话 那我认为这个社会是有问题的 是吧 就像张学峰说的这个话 他暴露的是什么呢 他暴露的是这个社会有问题 这个社会是病态的 是畸形 财富分配是不公的 而且经济发展是衰退的 对吧 因为你 因为你经济不发展 才导致这些 因为不是 不是 因为什么 因为你经济发展不了 是吧 才会造成这种 你没有新的一个 这个这个经济的增长点 你没有新的这种 这种能力来推动 经济的一个发展 才会造成 很多的人的 比如说造成什么经济滑坡 对吧 中总收入陷阱 造成很多的人 大面积的一个失业 如果你能够保持这个经济的 一个新兴向荣 保持这种 较高的一个生产效率 那我相信啊 只要生产率能提供 大家不知道知不知道 为什么有双修之 以前都是单修 对吧 咱们国家都是单修 为什么后来双修了 生产力上去了 对吧 引进国外的技术啊 咱们自己在搞科研了 生产力上去了 咱就可以双修了 未来都可以三修 四修五修 有可能未来人工智能了 什么云 云 云 云啥都能好了 云看病 云旅游 云相亲 云生孩子 当然这有点 云生孩子 估计目前很难啊 这也不是不可能 万一以后能 什么超纸孔的 是吧 有五维空间 就是说这个云以后 是吧 那未来可能 所有的事情都能云了 那都能云了以后 一周修六天 也是有可能的 是吧 整一帮机器人种地 一云 是吧 就都物联网什么 这都是有可能的 那那个时候 就不需要什么 太多的体力了嘛 是吧 那你能说 那个时候体力活怎么呢 这些体力工人 就学习学不好的人 咋的都让他们就是 都死掉了 不让不给他们一口 活命的饭吃吗 也不能嘛 是吧 你造机器人 不还得需要人工的吗 再一个 再一个 你假如说 让这么多的人 大面积去失业的话 我跟你说 富人都不达 为什么 因为学习好的人 为什么不达 因为学习好的人 也害怕 你对这个社会 养 就是这个社会 有一帮闲闪人员 是吧 天天盯着这个富人 我吃不上饭 你那盆里还有饭 大家觉得 这些社会的 这些卖力气的 这帮人 不给他找点事 他都活不起了 这个社会能稳定吗 是吧 那是卖力气的人多 还是靠智商吃饭的人多 当然卖力气的人多了嘛 因为学习好的 就那么几个嘛 一个两个三个的 是吧 能不能 所以说 这个社会就废了 所以说张学峰 说的是什么呢 他抛出的一个问题 是一个社会问题 你怎么去解决 对吧 你发达国家 就解决这个问题了 你看前两天 有一个人去法国的 他是一个哑巴 是吧 就会说中国话 法语一句不会 隔美国一个月 挣1500欧 看病免费 对吧 他一个月挣1500欧 1500欧 和人民币是多少呢 1050 不是10500 按照当时那个汇率 现在我不太 反正也是前两天看的 现在也差不多 就是这个价 就一万 约等于一万 一万刚输点头嘛 就一万 那怎么样 一个哑巴 去法国干苦力 可以每个月挣一万 中国的哑巴 能在中国干苦力 一个月挣一万吗 累死他 对吧 都不顾他 所以说 这就是社会的一个差距 这社会差距 谁造成的 当然政府有责任 去扭转这种趋势 所以说 这就是政府的一个责任 因此啊 张学峰又把这个问题 抛给人民了 是吧 又开始抛给人民了 人民当自强 是吧 凡是从自身找原因 我靠卖力气都活不了命 那是因为什么 是因为我命苦 我不懂技术 是吧 我没有个一技之长 那我认为要按我的角度 我认为是社会财富 分配不公 你没有给卖力气的人 相等的这个对价 去保障他干不动活的时候 他能够吃得起饭 所以我认为一个社会要关注弱势群体 一个社会要让所有的这种弱势群体 靠他自己的艰苦的一个劳作 他能吃得起饭 这是一个正常的工作的一个报酬 那在这个方面 你就可以定这个最低薪水 尤其是这种高污染 高耗能 这不对啊 就是劳心劳力 完了就 以健康换钱的这些行业 是吧 就特种行业 你应该给他更高的一个薪水 是吧 或者是说再有一个呢 让他提早的一个退休 所以说这些 就是这些东西 这是一个正常社会应该定的一个政策 让这种财富相对来讲 分配的更均匀 更合理一点 不能说赢者通辞嘛 虽然是那个财富是有聚集效应的 但是那政府应该干什么 就应该把这种聚集效应 适当的让他分散分散 如果财富都聚集到有钱人的手里头 这个社会也不太稳定 对吧 你像美国那家经济萧桥的时候 就是罗斯福新政的那个时候 那个时候号称是 百分之一的 就是那个百分之一的富人 掌握美国百分之九十的这种财富 号称 所以说经济危机 就玩不转了 所以说对经济增长也是不好 所以说罗斯福 大家可以了解一下历史 我就不多说了 这个也没有电了 今天跟大家聊了五十多分钟 那希望明天呢 咱们再继续聊 那今天的视频 咱们就做到这里 我还有很多很多的话 要说 麦合这个设备机器 就能录五十九分钟 反正一个点也挺长了 那就这样了 那好 那今天呢 咱们就说到这里 咱们明天接着聊 是吧 明天接着聊 好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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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